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Warrnambool这座音乐之城的辉煌历史 30年来 Triple J终于决定再次举办one night stand 这将为当地音乐爱好者 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从Shane Howard到The Deary 这里孕育了无数音乐天才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狂欢吧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 Clive Palmer的前公司 昆士兰涅夜的最新进展 这家公司在2016年倒闭 导致700多名工人失业 然而 经过数年的努力 清算人FTI宣布已经偿还了所有债权人 总金额达到300万美元 尽管如此 念夜市场的竞争和价格波动仍然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最后 我们来看看体坛动态 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 Jan Nick Sinner 因扁桃体炎无奈退出巴黎奥运 这对他来说是一大打击 不过 这也让Novak Djokovic和Carlos Elkeres 成为夺金热门 或将重现温网决赛的精彩对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30年来首次 Triple G的One Night Stand音乐节 将于9月来到沃南布尔 这个南西维多利亚城市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 从1897年托马斯 罗姆使用爱迪生 弹簧电动留声机 录制的The Hand Convention 到土著贡迪特马拉人的歌谣 再到19世纪定居者的海员歌谣 和殖民地音乐 20世纪 沃南布尔成为巡演乐队的热门停靠点 培养了许多受人喜爱的 澳大利亚词曲作者 此次One Night Stand将带来 G Flip Zelma Plum Rule等艺人 继续为沃南布尔的音乐历史添砖加瓦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经过8年的财务困境和法庭争斗 克莱夫·帕尔默前公司 昆士兰·涅叶的清算人宣布 已经全额支付了公司债权人3亿美元 昆士兰·涅叶在2016年倒闭时 欠下数亿美元 导致700多名员工失业 FTI清算公司表示 已经分发了联邦政府支付的7000万美元 给787名前员工 尽管仍有法庭程序待解决 但清算工作接近尾声 尽管帕尔默在2022年宣布计划重启链场 但由于全球涅市场功过于球 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詹尼克·辛娜 因扁桃体炎退出巴黎奥运会 这意味着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 将成为男子单打的头号种子 有望在线温网决赛 辛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医生建议她退出奥运会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望 辛娜今年1月赢得奥网冠军 并在上个月升至ATP排名第一 丹麦选手霍尔格·鲁内 也因手腕疼痛宣布退出 奥运会网球比赛将在罗兰·加洛斯举行 辛娜的缺席为其他选手提供了更多机会 悉尼陈锋报报道 悉尼东郊发生了一场惊险的警匪追逐 两名男子因涉嫌持蟹而被警方追捕 周四早上9点左右 警方接到报告称有持蟹男子出现在该区域 于是封锁了贝尔维油山的Old South Head路段 并展开了紧急行动 交通包括公交车被迫改道至当地道路 警方在区域内展开大规模搜捕 最终两名男子被成功逮捕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调查仍在继续 并呼吁知情者联系东郊警局或犯罪举报热线1800-333-000 悉尼陈锋报报道 麦格里银行的股东回报今年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的低迷导致客户需求减少 在悉尼举行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 麦格里主席前储备银行行长格伦史蒂文斯 向投资者表示公司今年的股东资金回报率为10.8% 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15% 公司支付了每股3.85美元的最终股息 总股息为每股6.40美元 麦格里银行2024财年的利润为35亿澳元 较去年下降了32% 尽管市场波动减少影响了大宗商品和全球市场业务 但银行和金融服务以及麦格里资本的长期投资 带来了更高的利润 麦格里资产管理部门截至6月底管理的资产 为9150亿澳元较3月减少2% 然而银行和金融服务部门的存款 从3月到6月增长了2% 达到了1453亿澳元 雅虎美国报道 钱德勒·鲍威尔在妻子宾敌 欧文26岁生日时 表达了对他的深深爱意 这位27岁的滑水运动员和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 在7月24日的Instagram帖子中 分享了一张他搂着欧文的照片 并写下了甜蜜的生日祝福 生日快乐最不可思议的人 我们一直说26岁会是你的一年 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欧文也在评论中回应 亲爱的 谢谢你 你和格雷斯是我的全部 几位家人也发表了生日祝福 包括他的弟弟 罗伯特和母亲特里 欧文和鲍威尔在2013年相识 并于2020年在澳大利亚动物园举行了婚礼 2021年他们迎来了女儿格雷斯 最近他们庆祝了结婚四周年 欧文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鲍威尔的爱意 每日电讯报报道 鲁破特·莫多克正与他的三个子女陷入法律纠纷 争夺其媒体帝国的未来 据纽约时报报道 莫多克希望在他去世后 将家族电视和报纸业务的唯一控制权交给长子拉克兰 而不是评分给詹姆斯 伊丽莎白和普鲁登斯 这个意图修改家族信托条款的举动引发了法律争议 现行信托条款规定 在莫多克去世后 四个孩子将评分控制权 但莫多克希望修改条款 让拉克兰赌长大权 莫多克的律师声称 他们试图保护其他三个孩子 认为分散控制会削弱业务健康 损害他们的继承权 此案将在9月开庭 以确定莫多克是否在真诚行事 拉克兰近年来被定位为接班人 担任福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的高层职位 而詹姆斯和伊丽莎白则逐渐远离家族业务 南华早报报道 法国在奥运会橄榄球七人制比赛中表现平平 而斐济再次展示了他们的夺金潜力 法国队在周三的比赛中以12-12占平美国 随后以19-12险胜乌拉圭 未能展现出赛前被看好的实力 斐济则在新教练奥塞亚科利尼索的带领下 恢复了辉煌状态 以40-12大胜乌拉圭 并以38-12击败美国 法国队将在周四与斐济争夺小组投名 法国队员让帕斯卡尔·巴拉克承认球队表现不佳 表示希望第二天能够有所改善 澳大利亚和阿根廷也成功进入淘汰赛阶段 而新西兰和爱尔兰则从死亡之组中脱颖而出 世界橄榄球总裁阿兰吉尔平称 这次比赛是该运动的成年礼 预计将为橄榄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74岁的养老金领取者菲利普·琼斯 因租金上涨和住房难题 不得不搬离西澳大利亚 迁至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 由于无法找到负担得起的出租房 琼斯最终在巴瑟斯特找到了一处每周300澳元的租房 虽然在此之前 他曾在车里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琼斯的故事反映了 澳大利亚租房危机的严峻现实 尤其是对养老金领取者的影响 尽管政府提供了一些租金减免计划 但琼斯并未能受益于此 根据CoreLogic数据 珀斯的租金上涨了13.6% 而巴瑟斯特的租金中位数为490澳元 仍是澳大利亚大区域城市中最便宜的之一 琼斯的经历凸显了当前租房市场的挑战和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应对措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